上个月13日晚间,密歇根州立大区MSU发生大规模枪案,导致三名学生死亡,包括两名中国留学生在内的五名学生受伤,校方上周五公布枪击事件的时间线,以及在43岁凶手安东尼·麦克雷身上发现的手写字条内容。 英俄母郡911调度中心在8点18接到第一通枪击电话,8点20第一批警员进入搏击大厅,8点24麦克雷进入学生中心,8点26收到学生中心发生欠案报告,8点27警员到达学生中心,麦克雷的整个作案时间不到10分钟。 在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,麦克雷从容地走进学生中心,似乎一边走还在一边安装子弹。 另一个监控视频显示,麦克雷进入一个房间30秒后出来,把枪放回衣服右边口袋并匆忙离开。 麦克雷离开学生中心不到一分钟,就有警员赶刀,校方分别在8点30和8点31发出紧急通知。 11点18分公布嫌疑人照片,11点35,英俄母郡911接到电话,民众表示看到嫌犯。 11点49分,麦克雷开枪自杀。 警方在麦克雷口袋中找到的手写字条是他在案发前一天写的,他表示,厌倦了被拒绝当企鹅、孤独者,人们讨厌我,他们让今天的我变成了凶手,并威胁科罗拉多、新泽西等地的功效。 虽然麦克雷在手写字条中表示,他领导一个由20人组成的团伙,但校警、州警和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通过全面审查和详细跟进,确定麦克雷是单独行动,没有团伙。 MSU大规模签案过去的一个月中,控枪和改善校园治安的议题也讨论不断。 校方月初表示,校园内所有建筑晚上6点到早上7点30分都需要钥匙进入,1300个教室都安装锁门系统,扩大安全摄像头的覆盖面积,强制要求学习应对暴力训练。 中文听